不怕死的就过来 一个小贱蹄子 把我家的东西都拿回来 沈北轩一出来就对上了这一大家子人 正怒气冲冲地瞪着他 后面还跟了不少村里看热闹的 你是被那小贱蹄子灌迷魂汤了咋的 竟然把钱都给他了 柳氏一见到老儿子 就指着他的鼻子骂了起来 若不是三儿媳妇告诉你 说那小贱蹄子这几日没少买东西 还不想儿子偷着把钱都给了他 娘 您在说什么 老四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成天吃家里的 住家里的 银子却给媳妇花 没有你这样的 老大媳妇孙巧兰也忙帮腔 就是老四 你不能吃着公放私啊 沈北轩这才听明白他们的意思 还没等张口 身后的钱多多就走了过来 瞧你们这话说的 我花自家夫君的钱怎么了 难不成让我跟别的男人要钱花吗 见过奇葩的 还没见过这么奇葩的一家子 都分家了还要人家儿子的钱 这脸咋这么大呢 你放屁 我儿子的钱就得给我 你的小贱皮子别想惦记着 柳氏跳着脚 指着钱多多的鼻子骂 儿子赚了银子 向来都是归他管 必须都得给他 钱多多正想对他两句 身后就传来了 撒喜李翠的惊叫声 哎呀娘 这屋里老多好东西了 李翠站在门口 吃惊地指着屋子里的东西 这才几日的光景 竟然置办了这么多东西 谁让你进我家的 她薅着李翠的头发 跟牵狗似的拽了出来 你竟敢拽我头发 李翠吓得大叫 正要扑过来 撕扯前躲躲的头发 和瞧着他手里 拎着的那把大菜刀 一下子就老实了 娘 你也瞧见了 老四媳妇要说我 说完又指了指屋子里 娘 那屋子里 有老多好东西了 还都是新的呢 柳氏一天中火了 忙冲着身后的儿子们 招了招手 你们去把咱家的东西 帮回家 难怪这几日没给我 原来都被这小剑 给回去 不怕死的就过来 见识过老四媳妇的彪汉 几个大伯哥停下了脚步 踏踏干啥 他要真敢伤人 就得拿命赔 柳氏气的只咬牙 愤恨的指着 面前的几个耸儿子 这么多个汉子 还能怕他一个小劲蹄子 他就是瞎扎虎 哪敢真动手 要真伤了人 是要坐大牢的 娘 那钱是我自己赚的 又不是拿家里的 你们回去吧 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 你是想把我给气死啊 他指着眼前的儿子 气得满嘴喷秃脉心子 定是被那小剑蹄子 断了离魂汤 竟然还帮着他说话 你们还瞅啥 还不赶紧搬咱家东西去 瞧着这帮不要脸的 钱多多也来了脾气 不想死就 住手 众人回头 就见李正 怒气冲冲的走得过来 这又是咋的了 李正你来得正好 帮我评评理 我来拿我儿子买的东西 这小剑蹄子非不让 你们不是分家了吗 啊 是分家了 但我儿子买的东西 我得拉回去 那可是我的 你们既然已经分家了 那你还要人家买的东西干啥 跟你们有关系吗 李正也不乐意了 不满地看着面前的柳氏 再一次刷新了 对这一家子的认知 围观的众人 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个个也是气不公地说了起来 六婆子 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 都分家了 还来拉啥东西 就是人家买的 自然就是人家的了 跟你们有关系吗 听着大伙一句句难听的话 老三媳妇李翠不乐意了 你们知道个啥 当初分家的时候 说好的只给他们这房产 还有那二十斤糙米 别的就没有了 所以老四的银子 就得是我们家的 他买的东西 也应该是我们的 众人彻底无语 都要被李翠的话给气笑了 见过不要脸的 还没见过正不要脸的 老三家的 按你这么说 那分家是只有老四媳妇分出去了 老四还跟你们在一块过呗 就是按你们的意思 那老四还是跟你们一起吃 一起住呗 那可不行 那这套房产 岂不是便宜了老四媳妇了 那按你的意思 是人家老四在自己家吃 自己家住 赚的钱还得给你们呗 看不过去的村民 也来了脾气 纷纷指责了起来 尽管被众人堵得哑口无言 但还是哽着脖子 反正那些东西 都是我们家的 是不娘 无论如何 金儿个也得把那些东西运家去 这段时间 跟着大伙扫门 轮着干活 都要累死了 总不能让老四媳妇 搁外面过消费日子 没错 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家的 说完还撑着脖子 往屋子里忘了忘 夜故小的那小剑鞋子 都买了啥 能让老三媳妇惊讶 成那样的 沈北轩 拳头紧握 刚才 我都那么说了 娘还是不肯天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样说 真是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李正 只觉老人秃秃的疼 跟着虎脚蛮缠的一家子 实在是呆着不清了 咱们金官吧 既然娘认为 我夫君的东西 应该是你们的 那咱们就让官老爷来断一下 看看分了家 儿子赚的钱 到底应该给谁 对了 还有我夫君的那二母良田 也让官老爷断一断 到底是谁的 原本不想提这茬的 毕竟他也没在乎那二母良田 可这一家子老 这么不依不饶的 那就别怪他找麻烦了 对 金官吧 让官老爷来判 就是金官好 到时候那二母良田 就能还给你们了 柳氏面色一惊 他只是想来拉东西的 没想到又收到那二母地上了 若是金官的话 那二母田地铁定是保不住了 其他人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就是想来拉点东西 可没想到 把那二母地还回去 既然如此 还是让官府来人吧 说着就佯装着要去找人 被沈老大给拦住了 李正书 您等一下 金官就不用了吧 一家人闹到公堂 该被人笑话了 还是让官老爷来判吧 要不然你们老觉得委屈 隔三差五地来闹 我也受不了 说完还嫌弃地白泪眼这一家子 这回知道害怕了 早知道这招这么好用 就早用了 四弟妹 瞧你这话说的 咱这都是一家人 有啥可闹的 今儿个也是常误会 回去我帮你跟娘 好好解释解释 说完就来到了柳氏跟前 娘 你也真是的 往后可不能听别人瞎说了 接收到大儿子的眼神 柳氏也配合地走出了院子 看见那家子灰溜溜地走了 钱朵朵得意地勾了勾嘴角 这回算逮住软肋了 竟然忘了土地 对这里的人有多重要了 那以后这家子再来闹市 还提这茶 剑没有热闹看了 大家火也都散了去 沈北轩看了眼前躲躲 什么也没说就走了